32岁的周通今天获得了首发 好了 随着主菜办王哲的一声哨响 这场比赛已经正式开球了 穿着橙色比赛服的 是山东泰山队 穿着紫色比赛服的 这个是天津金门湖 正争 这边刘洋 刘洋自己带车向前 突然回座 有一个空间 莫伊赛斯 克雷桑 刘洋 再看看这边 陈浦传过来 中间有了 可是 才反应该是 这球有越位啊 最后是克雷桑从中路插出来 他早跑了一步 对 山东队 节奏必须得打起来 得打出这种节奏来才行 陈浦没有抢到第一点 但是没关系 你看看中间莫伊赛斯 莫伊赛斯面对三个人上前的封堵 这一角抽射绝对精彩 徐家瑜必须得做出极限扑救 才能够挽救自己身后的球门 莫伊赛斯你想想看看 他当时面对的这个压力 三名紫色球衣的运动员 朝他扑过来 但是他的起脚毫不犹豫 郭建宇今天的对抗的状态也不太好 这个是贝利吉脑后长眼 若亏了王瞳 能力很强 要不然这球周冲真的有可能就直接杀到进去里了 再看看 非常漂亮的交叉换位 边中结合 有没有机会打门 来一角 打到了郑正的身上 然后是张卫 张卫在传巴顿 巴顿的这一角推射圆角被王大雷垫了一下 不敢相信 王大雷在封住进脚的同时 几乎是下了一个横叉 在跑动方面的能力要强 郭建宇回到了更熟悉的左路 下半场的第一角射门就这样打来了 又是莫伊赛斯 在进去湖顶处胸部停丘以后的一角抽射 杨帆这个球传球力量小了 这一下坏了 刘文斌走直线 斜传打门 球进了 球进了 克雷桑 克雷桑打进了个人本赛季的第五类进球 可是才能还是举其越位 明显的是非问题 主角办就非不用 再纠结在这个线的问题上 进球有效 进球有效 还是话出现来了 进球有效 克雷桑的进球被算了 这是克雷桑的联赛第五类进球 山东泰山队 1比0 暂时领先 威利达的长转球 谢维军先把球护下来 高机会 王秋名 这一脚决定起脚打门了 山东队出现了一个非常不应该的防守失误 这是谁 最后正针把这球给挡出去了 合理性上和队友的配合上 默契度上在提高的话 那他确实是一个现在中超非常可怕的中央 郭贤宇完成了一脚射门 但是这一脚呢 侧身的倒钩球打 撕了 海队重新夺回球权 他们可能还有最后几次进攻机会 不给了 不给了 王哲吹响了全场比赛的结束哨 这样呢 经过了97分钟的铲斗过后 山东泰山以1比0击败了天津金门湖